經濟部在今天要召開電價 選一委員會拍板4月電價的漲幅 那當然對民生經濟電價的營運成本 都是一大衝擊 就以日本料理店來說 因為裡面會有很多這個冰櫃啊 水冷式冰箱 超過20台的冷凍設備 他們說這都是24小時來運轉 用電量非常大 所以呢在漲價之後 夏天再加上空調 可能負擔要來到30萬元 打開冰櫃 北滿新鮮鮭魚和其餘 零下低溫中確保維持鮮度 裡頭鋪滿大量碎冰的水冷式冰箱 同樣24小時運作 來到日收料理店 除了店內基本的電源開關空調外 包含冰櫃水冷式冰箱 零下70度的超低溫冰箱 還有兩到三瓶的冷凍庫 超過20台保存珍貴漁貨的設備 統統都是吃電怪獸 隨著電價4月調漲 二十二號拍板定案 平均漲幅也百分十一 影響可不小 開放式的冰箱耗電量是最大的 一個月多了幾萬塊錢的這個支出 夏季的話可能就要接近要30萬 對我們業者來講是一筆非常大的一個負擔 耗電量驚人 畢竟人都是被整年運捲 老闆說4月電價光是電費 所以就可能從十幾萬漲到二十萬 夏天加上空調更可能直充三十萬 負擔加重只能想辦法節能省電 那沒辦法啦 如果說不用的話 我們就盡量就掃開了 電價上漲不只電內營運成本增加 就連大眾運輸同樣受到衝擊 至於北極來說 電價正營運成本約百分十三 去年電價成本就高達於二十三點八四億元 是否調整票價因應 業者表示將依電價調整方案審慎評估 再看看季節 若4月起電價上漲百分十五 估計電費將達五點三三億元 佔總營業成本的百分之二十二 至於高鐵以及先前就已傳出 票價延領調漲中的台鐵 都指出得等電價調整方案定案 再進一步了解資本覆範影響 當前4月電價調漲勢在必行 各個產業大喊遲不休 電費帳單恐怕很有感 最終要將令台北這麼到 我希望大家留意 Wayne perman� 油